我们从国民党手上 接下这个政权不到两年 那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他们想做 没有做成或者不敢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们应该做 结果没有做的事情 那我们做了这么多 他还要回头来教训我们吗 那我讲几个例子好了 年轻改革 马总统不是说不做的话 我们就像火车要醉癌吗 他跟我交接的时候 他也告诉我 这个是很急迫一定要做的事情 可是他在他的任内 他没有把它当做最优先的事情做 后来他也没有把它做成功 他缩手 那我们这两年 花这么大的政治成本做这件事情 国民党还教训我们吗 或许在急行的过程中 我们的姿态不够优雅 社会沟通做得不够完整 那我们一定都尽全力去补 现在所有的选项还都是在的 那我们也诚实地告知柯市长 就是我们的支持者 对柯市长 对台湾价值上面的一个期待 台北市的人选 不需要急于衣食 我倒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我们做出了决定之后 做出一个最周全的决定 比做一个快的决定来的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